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咱们今天来聊一个世纪医学难题 和东方道家文化之间的联系 他叫柯林斯 住在美国匹兹堡 刚刚12岁 和所有同龄的男孩一样 他喜欢乐高积木 刚刚拼完了哈利波特 底面到霍格沃兹城堡 他也喜欢下棋 而且棋艺还很不错 柯林斯经常能在网上 打败成年棋手呢 但是 柯林斯又和其他12岁的男孩 不一样 在柯林斯5岁的时候被检查出来 脑子里长了一个良性肿瘤 有一个高尔夫球大小 虽然是良性的 但糟糕之处在于 肿瘤导致了癫痫病 小小年纪的柯林斯 经常头痛欲裂 还常常呕吐 有时候还会大小便失禁 他就开始大把大把的吃药 但是药物并没有对癫痫症起到太多的作用 却让小柯林斯每天都昏昏欲睡 父母看到儿子小小年纪就受这种罪 几乎都要崩溃了 他们很闹心 这么小都这样 以后长大了怎么办呢 虽然他们很不情愿 最后还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 做开颅手术吧 切除肿瘤和 诱发癫痫症的那部分大脑 尽管柯林斯的父母知道 切除部分大脑后果很严重 但是他们还是下决心走了这条路 七岁的柯林斯 于是躺在了手术台上 脑外科医生打开了他的头骨 切除了肿瘤 还有切除了大脑的整个诱诊液 和大约一半的孽液 也就是说切除了整个大脑的 大约六分之一啊 这里介绍一下人脑的基本构造啊 中间这一杠叫做大脑纵裂 它把人的大脑分成左右两个半球 每个半球由六个脑液组成 分别叫额液、顶液、镊液、枕液、倒液和边缘液 现代医学发现 每个脑液都主管着不同的功能 大概的来说 额液的主要功能呢 是组织和执行 比如控制情绪 还有语言表达等等 顶液的主要功能 是负责感知空间图像 还有计算 涅液主要是负责听觉语言 记忆视觉等等这些方面的功能 整液呢 主要就是负责视觉 癫痫症患者主要就是整液这个区域出了问题 当光线进入这个大脑区域以后啊 各种线条和网格重叠在一起 它分辨不清 就犯了癫痫了 导液的主要功能是负责整合内脏的自主活动 还有人体的感知 比如感知温度疼痛气味 是大脑这个区域在负责 最后边缘液呢 则是接受大脑不同区域输入的信息 参与记忆学习还有情绪管理等等这些方面的功能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化的介绍 事实上大部分大脑活动都需要两侧半球多个区域相协调才能够完成 不过呢 也总有一侧半球居于主导地位 比如 左半球是语言功能的优势大脑半球 右半球呢 则是在空间感想象力这些方面占主导地位 克林斯的父母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孩子的右枕业和一半孽业被摘除以后 很可能意味着他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东西了 也有可能不认识父母了 但是他能够摆脱癫症的折磨 主治医生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手术以后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 克林斯还真的就成了脑残了 只不过这不是骂人的话 就是他字面的意义 大脑生理构造的残缺 但是五年过去了 克林斯的恢复状况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他和所有有完整大脑的男孩子一样欢蹦乱跳 而且智力发育正常 这就比较奇了 切除了六分之一的大脑 对他唯一的损害 就是他的左眼周边的视力为零 也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不能开车 因为盲点太多 主要就是这个损害了 这个结果完完全全超出了主治医生的预期 克林斯的案例在美国的脑神经学界 是一个奇迹非常有名 不过这个奇迹也不算唯一 类似的案例还发生在其他一些人的身上 201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调查了六名切除过大脑的人 他们现在都是20岁至30岁的成年人 但是呢都和克林斯一样 是因为癫痫症在童年时代做的切除大脑的手术 切除的分量还很夯 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都有 这些都算是生理意义上的重度脑残了吧 可是你猜猜看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啥 结果发现他们剩下一半大脑都相当的争气 相当的给力啊 一点都没有因为自己只是一半的数量 就只干一半的活 事实上这些一半的大脑基本上都干了整个大脑的活 这六个人不仅发育正常 而且智力一点都没受影响 后来都拥有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如果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是半脑人 奇迹它一旦重复出现 我们就很难说它是奇迹了 应该称之为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背后它往往埋藏有 我们尚且不知真相的线索 根据现代医学的认识 大脑里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 它们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各种复杂的信号往来 指令是在这么一个超级网络当中不停的传输 大家一直认为如果这个网络被破坏掉 脑细胞之间就不会有正常有效的沟通了 那么像柯林斯他们这样 已经损失了从六分之一到一半网络的大脑 他怎么还能够正常工作呢 这个原因在哪呢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实验室 开始着手研究柯林斯的大脑 这个案例太值得深入探究下去了 研究人员用核磁共振 全面扫描了柯林斯的大脑 结果发现 柯林斯和其他同龄孩子相比 大脑神经的功能绝对正常 也没有丝毫的发育迟缓 而且更令人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柯林斯不仅左脑一切如常 还自发自动的承担起了被切除的那三分之一右脑的功能 比如他的左脑不仅能够识别单词这种抽象的符号 也能识别人脸这种具体形象 那这就给我们当前的认知带来了冲击 也就是说柯林斯的大脑 他自己修复了损失掉的那部分功能 研究人员看到这个结果都陷入了沉默 不禁发出了灵魂的拷问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小孩子的大脑自带修复本领 那为什么绝大部分成年人就没这本事呢 说绝大部分成年人做不到 也不是说所有都做不到 成年人当中也有很离奇的故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90年代 美国肯塔基大学有一位叫 大卫斯诺登的神经学家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阿尔兹海默症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人痴呆症 我们在超级病毒那一集里面 讲过一种蛋白叫软病毒 它是造成老人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之一 患病者的大脑比正常人的大脑要小很多 它是脑萎缩之后的结果 这是正常老年人的大脑 这是病患的大脑 它看起来像一个干缩的核桃 它的内部结构已经变得像海绵一样了 脑细胞纠结成块造成了脑萎缩 也就没有办法正常传递信号 所以初期患病的人会出现记忆力急剧的下降 变得像传说中的金鱼一样 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而且本来脾气很好的人都会变得暴躁 说话也没有逻辑 到了后期 病人生活就无法自理了 完全失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 甚至失去记忆 丧失语言能力 根据统计 美国8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 有45%受到阿尔兹海默症的折磨 有这么高的比例 但是斯诺登研究过的一群修女 改变了我们对这种病的认知 这是一群圣母学院的修女 她们都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 斯诺登研究了几百个75岁以上的修女 她每个月都会登门拜访一次 给修女们做测试 观察她们大脑机能的退化状况 测试结果分成从1到10的等级 级别越低呢 也就意味着病症越轻 零级那就是没有病 经过一段时间测试 斯诺登发现 有一少部分修女 已经开始体现出老人痴呆的症状了 比如短期内记忆力减退 生活技能下降 需要人照顾等等 级别从0到8都有 不过修女们得老人痴呆症的平均比例 比一般人要低 这似乎说明修女是一个特殊的人群 你可以说她们隐居清修的生活方式 达到了某种特殊的养生效果 所以她们的患病比率比较低 这么说也行 但是从后面的发现来看 这个解释就完全不足够了 一位叫伯纳戴特的修女 85岁去世了 在她死之前 头脑敏锐 记忆力完全在线 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 几年来在斯诺登的测试当中 她一直都是零级 也就是没有老人痴呆的任何症状 她是在85岁的时候死于心脏病的 可是等斯诺登打开她大脑的那一瞬间 她简直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因为展现在斯诺登眼前的 伯纳戴特修女的大脑 已经完全海绵化了 萎缩了 完完全全就是十几晚期的大脑了 可是她在世的时候 却跟没事人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伯纳戴特修女 并不是斯诺登见过的唯一奇迹 一些患有轻度老年痴呆的修女 去世以后 斯诺登解剖遗体却发现 她们的大脑和伯纳戴特修女一样 其实是重度患者 在斯诺登的研究案例当中 只有几位修女的表面症状 和大脑的物理症状相符合 那这些修女是凭什么 逃过了病魔的袭击呢 90年代的斯诺登无解 进入千禧年以后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科研人员 也同样无解 所以这就是一个世纪医学难题了 但是我们能够从 古老的东方道家文化当中 找到一些线索 柯林斯和修女们的故事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就是人的大脑啊 它似乎并不是完全独立工作的器官 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它 中国道家历来有三魂七魄的说法 三魂和七魄并称 它最早出现在东晋道家著作《爆补子》当中 那么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魂就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意识 比如宾死体验 意识离体 这些都是魂的活动 而魄的维度就要低一些 它是居于肉体和魂之间 是依附于肉体而存在的低维度的意识 肉身死亡 它也随之消散了 所以成语里有魂飞魄散的说法 魂它可以飞走嘛 脱开这个肉体 而魄呢 却会消散 举例说 睡觉的时候 经常会有昏尘凌乱的梦境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它不连贯 没有逻辑 魂魂顿顿 这就是魄的活动 然而意识离体 这类边缘心理体验当中 当事人的描述经常是 脱离肉身以后 反而觉得自己的思维更加清晰了 视觉和听觉都变得更加敏锐了 很远地方有人说话 他都听得见 记忆力也被释放 一生当中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 都像放电影一样一件一件展现在眼前 这些都是魂的特点 它比魄来得更高级一些 所以又有魂属羊魄属音的说法 至于说三魂是哪三个 七魄是哪七个 在不同的道家著作里面 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名字 那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 所以你看 他这又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说 又是魂又是魄又是神的 说得太烧脑 讲的人一头雾水 就不像英文单词里面一个so 就结了 其实总结起来 他要说的意思也不复杂 道家说的是 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 还有生命的存在 它背后都有属灵的因素在掌握 而道家修炼 就是要把这些灵性的力量 锻炼得超级发达 使人体的机能超过它生物的极限 从而达到长生久世的目标 回到今天所讲的故事 男孩科林斯大脑功能的自我修复 还有修女们 生理上是老人痴呆的重症晚期 却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常人的症状 他都说明了有我们不知道的力量 在支撑着人体的机能 他把科林斯被切除的那部分大脑的功能 转移到了剩余的部分 也在修女们脑组织已经海绵化之后 却没有让大脑当机 当然这些故事 你如果把它放在未经筛选的人群里面 它是小概率事件 只发生在有特殊素质的个体身上 但是它告诉我们 生命的维系 并不只是神经元细胞这种层面的作用 还有更深维度我们无法触及的原因 这些东西在东方的道家称之为魂和魄 在英文当中被称之为spirit或者soul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道家修炼文化 是不是别有一番感想呢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点个赞关个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最后和宇博士说 看来脑残还是能治的 不过得看这个人有没有灵魂 下回更新不迷路